为持续确保我国的安全 内政团队学院将继续提升团队人员的技能 并且善用科技强化内政团队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以应对未来挑战 团队也推出新模拟系统 让负责事故管理和策略行动决策的指挥官 在真实和安全的环境下接受训练 来看记者徐永森和洪宝林的报道 内政部门的核心在于团队的人员 内政兼律政部长沙默根 在内政团队学院工作研讨会上指出 内政团队将通过结合内部各部门 以及不断培训两方面发展团队人员的潜能 除了提升他们的核心技能 也让他们具备跨领域的技能 我们的科技会将在新加坡职业务职业务联系 跟在新加坡职业务联系 将业务联系业务联系 将会增加价值 数据数据 数据 码 设计 消息 学院也同新月社科大学合作 让学员完成学院的课程后 也能获得学分 帮助他们考获新月大 内政团队课程证书 这项证书预计2020年推出 也有助他们进修新月大的学士学位 为促进团队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学院今年初也推出 为期两个星期的课程 让新上任的高级人员 了解各内政部门的运作 此外 学院也在培训方面采用科技 内政团队学院今年3月开始 实行一项计划 善用科技让学员在任何一个地点 都能够接受培训 其中一项举措就包括 通过平板电脑 让学员进行讨论和测验 他们甚至能够一起 在案发现场找出疑点 部长也为内政团队学院 开发的新模拟系统 主持推荐 模拟年底佳节期间 拥挤的污节路上发生汽车爆炸事故 这是内政团队新模拟系统 能够模拟的真实情况 演习指挥官得立即做出决定 训练他们的反应和决策能力 为增加训练的真实性 参与者也可以站在我这个位置 模拟前线情况 就好像自己在事故现场一样 观察周围的一切 并向指挥中心汇报 现场的情况 这套系统目前可模拟15种情景 未来会根据不同内政团队 部门的需求而增加 有了这套系统之后 我们能够减少对能力跟物力的依赖 我们也能够训练我们的前线指挥官 在一个逼真的演习环境下 达到我们的训练目标 除了模拟实际情况 内政团队学院去年9月 也开始实行这套手机应用程序 让内政团队人员利用官方手机 随时随地掌握和学习工作上 所需的知识 学习应用程序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预计今年完成